请打开手中的圣经 翻开到创世纪第十八章 上一周我们讲到了创世纪前面的故事 亚伯拉罕上帝向他显现 并且把应许再次向他重申 赐给他新的名字 要求他遵行歌礼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 我们来一同的思想 接下来上帝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 所以翻开之后 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向我们宣读 创世纪第十八章 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到第十五节 耶和华在曼丽橡树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 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 他一见 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服服在地 说 我主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容我拿点水来 你们洗洗脚 在树下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 你们可以加添心力 然后往前去 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 理当如此 他们说 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 见萨拉说 你速速拿三西亚细面 调和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 交给仆人 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 并预备好了牛犊来 摆在他们面前 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 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他说 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 你的妻子萨拉 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萨拉心里暗笑说 我既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为什么暗笑 说 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就害怕 不承认 说 我没有笑 纳维说 不然 你实在笑了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 上一次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上帝赐下了他的应许 又一次的赐下他应许 又一次做了一些新的事情 上帝改变了亚伯拉罕的名字 上帝给亚伯拉罕割礼 然后到了第十八章这里面 上帝又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是他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第三次 而这一次跟上一次相隔时间不久 可能亚伯拉罕还刚刚行过割礼 他刚恢复好身体 他在炎热的夏日 他没有力气出去工作 所以他在家里面休息 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向他的圣约百姓显现 这一次上帝来到亚伯拉罕的家里寻访他 来专门跑到他的树下来吃一顿饭 上帝辅救他的子民 他乐意与他的子民相交 来与他们一同的享受坐席的时间 这场曼丽橡树下的宴席 是一个非常令我们震惊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让我们对上帝 这位耶和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这位上帝不是那位虚无缥缈的 在离这个世界很遥远的 超越这个世界的那位制高者 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 这位耶和华神 是那位从天而降的 愿意辅救谦卑来寻访他的百姓的 愿意与他们相近的一位上帝 而这场曼丽橡树下的宴席 也提醒着我们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从天而降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寻访我们的故事 他来为我们摆设宴席 来喂养我们软弱的信心 来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他的应许 因此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看的 这段经文非常的简短 也简练 总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上帝来寻访亚伯拉罕 在他家当中吃了一顿饭 然后接下来是饭后 他与亚伯拉罕 关于萨拉的一段对话 所以我们先来从前面 这个部分来看 第一到第八节 亚伯拉罕在炎热的夏日 他刚刚行过割礼 他有点疲惫 所以他躺在他的树下休息 然后他抬头看见 前面有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这是圣经当中记录的耶和华 向亚伯拉罕第三次的显现 第一次是创世纪第十二章 当时亚伯拉罕 还叫亚伯兰的时候 在哈兰这个地方 上帝向他显现 把他带到了迦南地 第二次显现是上一章十七章 上帝给 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 所以上帝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 并且赐下割礼给他 然后这是第三次 所以你可以知道 当上帝第三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 你觉得亚伯拉罕认不认识上帝啊 应该认识了 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觉得说 这个人很熟悉 这个人我见过 所以他很本能地 他就看到了辨认出来 这三位访客 其中一位 就是不久之前 曾经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因此他的反应很正常 我之所以提了一点是因为 很多的圣经学者 包括注释家 他们认为亚伯拉罕 并不知道这些来访者到底是谁 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这些人的身份是未知的 但是我认为 亚伯拉罕应该 在耶和华向他显现三次以后 他应该很容易辨认出来 我不认为上帝每次显现 都换了一个模样 而亚伯拉罕的反应 也体现出来 他意识到了这些人的身份 很不平常 不是一些平常的旅客 这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 我们还需要来思考 这到底是谁 今天我们作为 新约完整启示之后 整个启示完整的 这个时期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不仅有旧约的圣经 我们也有新约的圣经 所以还记得 耶稣曾经在地上告诉我们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从来没有人见过父 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才将父显明出来 因此 告诉我们 在旧约当中 向人显现的耶和华 并不是父上帝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 是圣父在旧约的时候 向人显现 然后到了新约 是圣子向人显现 然后到了 到了现在的时期 可能圣灵 要向人显现 不 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 错误的 中世纪 有一个人叫做 Yakum of Fury 一个修士 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模型 但是 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想 耶稣说得很明确 向人显现的耶和华 是圣子上帝 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里面向耶和华显现到底是谁 就是 两千年之后 要道成肉身 降临在这世界上的耶稣基督 是圣子 是耶稣在他道成肉身之前的两千年之前 来到这个世界上 来向亚伯拉罕显现 耶稣是那位从耶和华所出的耶和华 蒙耶和华差遣的耶和华 所以现在你开始明白这个画面了 这是上帝做事的一贯的方式 所以当新约的使徒们 写作耶稣基督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完全理解旧约到底在讲什么 他们知道旧约 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看见的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说 当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 就欢喜 值得注意的是 当这位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 这种显现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今天读上帝的律法 上帝在西乃山向他的百姓显现是什么样的 上帝有雷轰 闪电 叫声 然后闪上冒烟 非常可怕的样子 对不对 有的时候上帝显现像荣光 这个照耀充满这个会幕 让摩西没有办法靠近 用这种超自然的一些 很威严的一种方式显现 但是注意到在这里面 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什么样的 并不是很多超自然的神迹 并不是有很这种让人恐惧战惊的样子 对不对 上帝在这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方式是很 很没劲的 很普通的 很平常的方式 就是三个背包客 三个在荒野当中徒步旅行的 累得呼吹带喘的三个旅客 然后他们来了这之后 亚伯拉罕显说 哎呀看给你们累的 来快进来歇一歇吧 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他们很累 上帝以一个非常疲惫的旅客的形象 向亚伯拉罕显现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道理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道理 你去哪找上帝 你在这个事情上到哪里去寻找上帝 很多人说我们要到去寻找那种 很超自然的那种很不一样的 很不同寻常的那个地方去找上帝 我要去升到高天之上 我要找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或者是我要寻找内心的那种很奇特的感觉 那个才是真正的找到上帝 我必须要有那种触电的感觉 要有那种超自然的声音对我说话 那才是我能够找到上帝的方式 但是圣经一贯的 在这里面也是同样的 告诉我们 上帝 找到上帝的地方 是在这些疲惫的背包客 里面找到上帝 是在那个 生在马草里的婴孩 里面找到上帝 是在那个世人都不会想象得到的 最卑微的 最平凡的 最朴素的地方找到上帝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你可能觉得 上帝 这个弥赛亚救主应该生在皇宫里 那才配得上他的身份 但是结果 上帝的弥赛亚却生在了马草里 你可能觉得亚伯拉罕可能觉得说 我应该去到这个 这个整个地区当中 最神圣的这个 这个神庙当中 我才能够找到上帝 但是结果上帝却 来到了他的帐篷面前 来寻求他的帮助 在世人眼里 上帝显现的方式是被唾弃的 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 他们拒绝他们这位主 而唯有用信心的眼睛 才能够分辨出来上帝的身份 而亚伯拉罕所做的就是这个 他在信心的眼睛当中分辨出来 这三个看似普通的人 却是耶和华 所以约翰说 耶稣到他自己的地方来 他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但是他接下来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的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什么是接待上帝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亚伯拉罕所做的 就是接待上帝 什么是接待上帝 约翰告诉我们 接待上帝就是信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接待上帝 在信心当中接待上帝 这就是今天 这就是在这一章里面 亚伯拉罕所做的 而今天 弟兄姐妹们 借着亚伯拉罕 对上帝的接待 让我们也来思想我们 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今上帝来寻访我们 上帝怎么来寻访我们 上帝借着他宣讲的圣道 来寻访我们 上帝今天 借着他 如今现在 就在这个讲台上 所宣讲的道 来寻访你 而上帝说 接待我 要来接待我 什么意思 用信心来回应 我向你们所宣讲的道 用信心来回应 律法和福音 凡以信心接待他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亚伯拉罕 接待耶和华 接下来不仅 你看到 可以看到第三节 他非常迫切地 想要挽留他 想要挽留他 接待他的主 第三节到第五节 他说 我主啊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仆人 往前去 让我给你拿点水 来洗洗脚 歇息歇息 让我给你准备点饼 给你添加心力 然后你再去赶路 然后这些人说 就照你说的行吧 你可以注意到 在这里面 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 所看到的现实 和实际上呈现的现实 正好是反的 这就是信心的眼睛 跟属世的眼睛 所看到的区别 什么意思 你注意到 上帝显现的方式是什么 三个背包客 三个在荒野当中 漫徒步旅行的客旅 他们 是需要帮助的人 上帝 上帝以这样的形象显现 对不对 如果你看到 对吧 如果你家门 你是这个家的主人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你门口 有三个忽视带喘的背包客 谁是主人 谁是客人 你是主人 这些旅客是客人 对不对 这些旅客是客人 但是注意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 看到的是 不是 反了 这些来我家做客的人 才是主人 我是他们的客人 我是他们的仆人 我是来服侍他们的 他们才掌权 我不掌权 虽然这地盘是属于我的 这是我家 这是我的帐篷 但是 这些从外而来的人 才是真正的主人 所以他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留下来 让我服侍你 你不觉得 这话说得很反吗 按理来说 应该是这些徒步客人说 哎呀 住在这地的主人 行行好吧 我们很累了 请你让我们留下来 能来吃点东西 歇一歇 这是合理的 对不对 但是却反了 你看到了 这个是反过来了 亚伯拉罕意识到 上帝留下来 来在他们家 让他来洗脚 让他来给他们准备饭 实际上 不是上帝真的需要他服侍 而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你意识到了吗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我能给他洗脚 我能给他做饭 是他给我的恩典 不是我给他的恩典 如此的反 反合 如此的反合 这恰恰就是 上帝弟兄姐妹们 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他既是天地的主 他不用人手来服侍 好像自己缺少什么 他反而自己把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我们 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意识到 这才是上帝 上帝不需要我的手来服侍他 上帝不需要我去接待他 而这恰恰 就是我应该接待他的原因 而当我接待他的时候 是他赐给我的恩典 我对上帝的服侍 不是好像我为上帝 做了一些善事 好像我服侍他 我可以给自己积点积分 给积点功德 上帝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个 上帝你看我给你洗脚了 洗脚攒多少分上帝 洗脚攒五百分 我给你做一顿饭攒多少分 一顿饭 你看我这又上好的牛犊 我这是上好的细面 上帝 这东西老贵了 这攒一半分了 攒点积分上帝 到时候我到你那去换点恩典 换点永生什么的 换点天上的祝福 或者天国里面的福气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信心的服侍 是谦卑的知道 上帝根本不需要我 上帝根本不需要我去服侍他 而他竟然答应了 我想要服侍他的请求 上帝说 就照着你说的去做吧 虽然我不需要 但你的心意可以 你可以这样做 上帝辅救让我去服侍他 是他给我的恩典 是他赐给我信心 是他赐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 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 当你们做完了一切 所吩咐的之后 只当说 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的本分 因此上帝悦纳 什么样的服侍呢 上帝悦纳这样的服侍 上帝悦纳谦卑的服侍 上帝悦纳 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服侍 上帝悦纳 像亚伯拉罕这样的服侍 而上帝拒绝 那些骄傲的服侍 那些自意的服侍 那些把自己的服侍 当作是一些功德 当作是自己可以 凭此来炫耀的资本的 这样的服侍 我们的服侍 没有给我们带来 任何的资本和权柄 那接下来 看到亚伯拉罕做什么 亚伯拉罕赶紧跑到帐篷里面 找萨拉 说你快去做戏面 用戏面做饼 然后又找到牛来 牵过来给仆人准备 那注意到 亚伯拉罕给这些来访者的款待 不是随便的粗茶淡饭 这顿饭要准备下来 至少也得 少说也得五六个点 多说可能得七八个小时 这顿饭 你可以想这是一顿 非常豪华的盛宴 极其奢华 而注意到 亚伯拉罕在这里面 所准备的 在对于当时的读者 对于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 一听能听出来 这些是在圣殿里面 给耶和华献祭要用的东西 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 给他的后代做了一个榜样 这个很了不得 接下来 你会看到 第八节说 亚伯拉罕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吃了 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记录上帝吃东西 耶和华吃东西 这位上帝 他是很有趣的上帝 难道不是吗 但是圣经又说 上帝说 我起喝羊羔的血呢 我起吃这些东西 上帝本来不吃这些东西 对不对 上帝的生命不需要食物来供给 这同样的回应了前面的这些 上帝不需要亚伯拉罕做这些事 上帝不是说很饿 好像真的需要亚伯拉罕 给他杀一只牛犊 上帝说我不饿 但是既然你想要服侍我 我就吃给你看 而接下来两千年之后 那位曾经坐在 曼利像树下的耶和华 来到这个世界上 继续坐在罪人的桌前吃喝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说人子来 也吃也喝 他是那位与人坐席的上帝 他是那位辅救我们的卑微 辅救我们的软弱的那位上帝 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在曼利的像树下 耶和华 那位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 坐在亚伯拉罕的桌前吃喝 而亚伯拉罕则站在他们旁边 服侍他们 而这位上帝在两千年之后 应许说将来在天国 他要为亚伯拉罕摆设演习 他要为他的百姓摆设演习 将来会有从东从西 有许许多多的人来 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作息 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报答 亚伯拉罕给上帝宰了一只牛 上帝则以永生和天国来报答 亚伯拉罕 那场永恒的圣宴开始之前 耶稣预先给我们这些 凭着信心做亚伯拉罕后裔的 一个预长天国宴席的机会 就是在这儿 就是在你们面前所摆设的圣餐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和宝血 作为那场生命的圣宴 来接待一切用信心接待他的人 他说吃我的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耶稣虽然看起来像客人 他突然闯入到我们的世界里 然而当我们用信心接待他的时候 当我们把他留在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这位客人要反客为主了 他要做我们的主人 他才是真正的主人 不是我们在服侍他 而是他在用他的恩典服侍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一段 上帝跟亚伯拉罕在家里吃饭 然后接下来 上帝跟亚伯拉罕产生了一段对话 最后当然上帝又直接跟萨拉说话了 但是主要是跟亚伯拉罕 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五节 九族饭饱之后 他们开始进入到正体了 上帝来不只是要来吃一顿饭而已 有的时候你的领导来找你吃饭 你会知道说 好像不只是要吃一顿饭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吃完饭之后要说的话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上帝直接来切入正体 他说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 他说在帐篷里 上帝总是这样说话 让人 还记得上帝第一次问人的问题 亚当 你在哪里 上帝同样在这问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 好像上帝不知道一样 上帝看似随口而出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内涵很深刻 为什么上帝要问萨拉在哪 上帝每次问说 你在哪的时候都是在干嘛 都是 要让你自己想想你都做了什么 对不对 上帝问亚当你在哪 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 上帝说亚当你想想你都做了什么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要让萨拉去反思 他自己做了什么 萨拉在哪呢 萨拉躲在帐篷背后 在那偷听的 对不对 好像起初犯罪的亚当 躲到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之下 来躲避耶和华一样 为什么萨拉要躲 因为他始终没有以真正的信心 来回应上帝的应许 萨拉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 你也知道萨拉做了什么 对不对 你读了前面几张的圣经 你知道萨拉利用了他的女奴隶夏甲 为自己生孩子 结果弄巧成拙 反而自己受了羞辱 失去了丈夫的青睐 然后他又怀恨在心去苦待夏甲 这一切他内心非常清楚 圣经的读者你也很清楚 亚伯拉罕心里也很清楚 你觉得上帝不清楚吗 上帝当然知道 所以上帝问这句话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 而这句话是对亚伯拉罕说的 这更意味深重 为什么 因为现在亚伯拉罕身边 已经有了年轻美貌的夏甲 而且夏甲已经为他生了儿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很可能非常的青睐 然后再下甲而冷落了 难道不是吗 所以上帝又一次说 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回到这里来给你的妻子 你的妻子 萨拉要生一个儿子 然后第十二节 听到上帝的应许 萨拉的什么反应 萨拉心里暗笑 说我既已衰败 我主耶的老迈 岂有这喜事呢 听到上帝的应许 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就是笑 之前亚伯拉罕听的 上帝的应许也笑 他老婆跟他一样 也笑 这笑也是不信的笑 是苦涩的笑 但是萨拉的笑 你仔细的想 要比亚伯拉罕的笑 要更复杂 要更复杂 而且这句话体现出来了 亚伯拉罕的笑 可能仅仅是单纯的 觉得这事不可能 我都岁数这么大了 但是萨拉的笑里面 还有着更深层的 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苦涩在里面 他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年纪老迈这个事实而已 而且也包括着 他如今与亚伯拉罕关系的破裂 喜事这个词 中文翻译的很委婉 在希伯来原文里面 这个词指的是 行房事时候所获得的欢愉的感觉 很露骨的一个词 而萨拉说 他如今已经年老珠黄 他的亚伯拉罕 已经不再光顾他的帐篷了 亚伯拉罕已经有下家了 他们有自己的孩子 而以时玛利 想尽着亚伯拉罕的父爱 而如今无私的萨拉 却失去了他丈夫的宠幸 他如同被打入冷宫一般 所以这是萨拉的心理 你能读出来吗 听到了萨拉说 我都这么一把年纪 还有这喜事吗 所以上帝要对亚伯拉罕说话 而不是直接对萨拉说话 是因为上帝要让亚伯拉罕 意识到他的责任 第十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为什么暗笑 说我既已年老 果然能生养吗 注意到上帝给 上帝听到了萨拉心里的那个话 但是上帝说出来 给亚伯拉罕说的时候 没读权说 没有读权说 上帝没有提 萨拉抱怨他的丈夫 不宠幸他这一点 但是这段话 虽然是对亚伯拉罕说的 但是实际上也是对萨拉说的 圣经告诉我们 被造的万物 在那全知的上帝面前 都是赤如敞开的 萨拉没有外在地笑出来 但他内心的想法 都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说 萨拉为什么暗笑呢 然后接下来 你会注意到 上帝有一点责备萨拉的意思 但是并没有非常严厉 上帝想要继续用他的应许来激励他 让他不要定睛在自己的现实身上 而要定睛在上帝身上 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但是萨拉没听进去这句话 萨拉没听到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萨拉听到是 萨拉为什么笑了 然后萨拉说 我没有 然后上帝非常尬 说 你有 这段对话 是非常的尴尬的一段对话 你不觉得吗 但是 非常有喜剧效果 你不觉得吗 很有趣的是 上帝想要让萨拉听进去哪句话 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萨拉听到的全是啥 你笑了 你怎么这么关注 你笑不笑这个事呢 你要做的是 要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 天天只想着看到自己那点事 对吧 就想着上帝说 我笑了 哎呀 我可不能让上帝逮着 对吧 然后我只能不承认 我没笑 上帝说 不 你笑了 这就是罪人在上帝面前的光景 被揭穿谎言的光景 我们的罪被上帝的话语揭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萨拉所做的 亚当所做的 所有一切圣经当中记录的罪人 也包括我们每一天所做的 就是为我们的罪开脱 我们非但没有用信心去回应上帝 在他的话语当中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信心的护照说 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 信靠我 信靠我 我会为你成就 我们关注的都是 哎呀 别逮着我 为我的罪做最开脱 然而在全能者面前的狡辩 否认都是无济于事的 隐藏的事没有被不被显露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谦卑的 怀着悔改的心 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祈求他的赦免 上帝没有深究 萨拉这一点 对不对 萨拉拼命的想要去 想要去掩盖 说我笑这件事情 上帝根本没有 上帝根本没说 好吧 我要逮着你这一点 然后我要使劲的钻透你的心 你就是笑了 你就是笑了 对吧 上帝没跟他一起抬杠 上帝要做的事 信靠我 信靠我 上帝向他发出了信心的呼吁 他再次重复一遍 我会给你孩子 所以这场慢力相处下的宴席 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子民真实的光景 亚伯拉罕和萨拉 面对上帝屡次不断重生的应许 都不断地在他们的不信和悖逆中抵挡 但是这也不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吗 上帝如此不厌其烦地 把他的应许 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的不信当中 再一次地赐给我们 在我们抵挡 当我们去拒绝 上帝说你信吧 你信吧 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有孩子的 你不用在心里暗笑 我不会来纠察你 这些鸡毛蒜皮的 这些你笑没笑这件事情 明年不管你笑还是没笑 对吧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但是不管你笑还是没笑 明年这个时候 我该成就的一定会给你成就 这是上帝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尽管我们充满着不信 但是上帝的应许 不取决于我们的软弱 哪怕是我们依旧有怀疑 依旧有软弱 但是上帝所要成就的 一定会实现 他的应许总不会落空 今天或许你和萨拉一样 当你听到上帝拯救的福音的时候 你的心里充满着苦笑 你说 我是如此的败坏 我终日不断地抵挡上帝 难道上帝真的会拯救我吗 我能够再次享受上帝的慈爱 享受与上帝相交的欢愉吗 上帝今天给你的回答是 是的 是的 你会 虽然靠你自己不能 但是在耶和华 岂有难成的事吗 因此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也加入那场曼丽相书下的宴席 让我们的信心借着与上帝的相交 能够不断地提升 借着今天耶稣摆在我们的宴席 来领受他的喂养 使我们软弱的信心得以坚固 脱去缠累我们的罪 怀着对他应许的信心 来到他的面前 来坚定地依靠他 我们一同来基督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信心的软弱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慈爱的丰盛 你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 向我们重申你的应许 向我们承诺你的救恩 但是主啊我们知道 我们是如此的败坏 我们时常像亚伯拉罕 像萨拉一样 倚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倚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功德 却把你的应许丢在一边 主啊求你在今天 借着你所设立的这场宴席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所做的 而是单单地凭着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保险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才能够得以与你和好 主啊求你继续地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接下来的敬拜和领受的胜利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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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